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其实他也快 有可能快实现了 为什么可能快实现 因为这一块面板的话是 賓士在今年2021年的1月份 在CES展上面 他们所展示出来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产品 那他们叫做MBUS的Hyper Screen 那这个比较偏向影音的一个娱乐的一个系统 那我简单跟各位来报告一下 就是說这一大块面板 它是由三个部分所组成的 这个是一个 那这个是第二个 这个是第三个 这个是驾驶的一个仪表板 然后呢 这一块是中控台 这一块是副驾驶的一个面板的部分 所以他分为三块 那是56寸的OLED的一个面板 那这两块 56寸很大 对 目前我们看到汽车里面算是最大块的 目前市面上可以看到 我问你喔 56寸 对 我们这个大概是几寸 56寸应该是什么概念 应该是说他已经把整个车子的一个算 那个叫T字 T字的一个位置 T字部位整个都占满了 那他左边跟右边这两块 他是冷气的出风口 他把它箱在上面 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 那以目前这样子来看的话 就是说整个整个系统相当的纹背 那重点还有这一块 他们有一个叫做凌层级的概念 是宾氏提出来 叫做凌层级 什么叫凌层级 其实特斯拉有一块中控面板在里面 那可是被大家有点诟病 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要调冷气的一个 比如说那个风量 我必须去按一下 他再进入到下一页 再按一下 可是当时我可能在开车 可能会有点不麻 有点麻烦 甚至有可能会有点危险 对 那这个叫凌层级 他把所有的功能全部摊在上面 也就是说 我需要调冷气在这边按一下 需要调影音在这边按一下 需要调车子的一个功能在这边按一下 所以他可以直接做操控 直接做操控 所以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整合在同一个中控板 对 其实现在大家说 我现在开车 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 其实大家不见得那么care care的是有没有新的体验 当然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这个是这块面板 非常惊人的一个部分 所以现在这个都还是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 那之后有没有可能冷气帮我调高两度 这个当然有可能 只要跟AI的晶片做个结合 这个绝对是 我认为是有办法 你现在的科技 其实都都已经快要完成 好 那我问一下 因为你刚刚有说车用面板是很重要的 可是却被忽略掉的 这个从这样子画画 是一大块吗 这就是一整块 它是三块加起来的 三块结合在一块 合并在一起 而且它是一个曲面的 对 曲面 那它不是平面的 它是曲面 我再补充一下 它是曲面的 等一下 曲面面板之前不听说只有Samsung会做吗 那现在呢 现在的部分其实各家厂商都有在做开发 等下会跟大家再做一些介绍 我们台湾厂商都有这个可能 也有做曲面 都有这个可能 这个机会 那下面这个叫做Waymo的一个自驾车 那其实这一间Waymo的公司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可是它的母公司是Alphabet 就是Google那一块 对 Google那一块 那目前它是全球开发所谓的自驾车的系统 它不是做车子的 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 它是自驾车系统 主要针对三块 就是光达雷达跟摄影机的部分 所以其实这台车子不是他们开发 这个是加嘎的车子 加嘎的车子 可是呢 它把它们的一个光达雷达跟摄影机 放在上面去做一个实验 我问你哦 这个车我也有印象中 我好像看过 因为你刚说 这个Waymo它是Google母公司 阿发贝特 阿发贝特旗下的 对对对 观众朋友 你去现在拿手机出来 Google Map把它按进去 我告诉你哦 Google Map之所以那么的精准 那么的好用 就是有这种车到处去开 到处去摄影才知道 那家店那家路那个什么什么 没错吧 所以这个是不是类似那种车啊 有这样的概念 可是呢 它把涂枝就是高精密度的涂枝都放在里面 让它成为完全的自驾车 就我刚才提到Level 5那个那个那个等级 对完全自驾车 可是大家一定会想安全性 对不对 自驾车安全一定要够 不然其实都是空谈 对一定要够 那经过他们的实测 他用这台车去跑了四万八千公里测试哦 只有一次的人为介入 好那四万八千公里可能大家没概念 我跟瑞涵讲一下我们环岛一周是一千公里 环大大约啦 我每个人的概念不太远 可是大约一千公里 那也就是说这台车 他跑了环岛四十八周 才有出现一次的人为介入而已 那就安全了 对所以他安全度非常的够 我隧道翻了我多怕 所以他安全度非常够的动荒式下 那面板这一块这么大的面板 如果加进来 那是完美的体验的 我只能这样讲是一个完美的体验 对那既然宾市这样做 其他厂商会不会想跟进 会啊 对啊那么大的一块商机那么肥 谁不想抢 所以哦 今天的威元这么一说 就意味着车用面板的商机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知道他被遗忘了 难怪最近的面板股带量往上 而且曲面都已经有人国内厂商 在进入卡路了 来看第二页了 哪些的商机 好那个股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个六档去做一个观察的部分 新一代以下好 GIS的部分呢 主要是这个MIH鸿海联盟的一个车用面板的一个部分 那光虹呢 其实因为他有提供群创mini LED面板的一个精力 所以他也归类为一个供应链的部分 TPK的一个部分呢 它是特斯拉加上MIH联盟的一个车用面板的部分 好那下面这三档其实大家 等一下我们这三档 然后他的位阶跟估EPS 好位阶相对都低 这三档位阶都低 然后呢我们估的一个EPS 其实像GIS的部分 他已经连续四年都获利超过一个股本了 所以他的获利其实是非常稳定的 对那光虹的部分呢 今年我们估有机会到一块半的部分 那TPK的部分的话 因为他有一个重点 他的净值在八十八块 TPK他现在股价五十几块 净值在八十八块 那去年他算2.53 那今年股可能会稍微衰退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他是从本来的手机3C的面板 转到车用面板去 对所以他有这个机会 因为他有做曲面 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曲面面板 TPK其实就有这个机会 好你看这三档是 集中在鸿海电动车联盟下的 那么这三档呢来帮我们扫描哦 切到哪些领域 好那有达的部分的话 是全球的五大车厂 加上日本的三大车系 都是他的客户吗 都是他的客户 对 他客户这么国际化 对其实是很多的 可是都是比较偏向于这个传统车厂 传统我们一般耳熟能详的车厂的部分 那全创化也是特斯拉跟欧系的一个 一线车厂的部分 那正达也是MIH联盟的车用面板 其实这三档 他们的题材面都还是很够 可是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友达跟群创位阶都高 高了一点 对位阶都高 虽然估的EPS都不错 而且重点友达群创已经接近近值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接近近值不要追 这个很重要 那正达的部分 是因为今年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赚钱 所以我觉得还是跟大家分享赚钱公司 是比较好 微远谢谢您了 今天超级精彩的 您今天说我才知道车用面板 我只知道用量很大了 但是没想到都被大家忽略掉 它的后面的续航力了 微远谢谢您来解回座了 今天的这一压轴告诉大家 日后的自驾车 智慧车电动车不管 总之大家期待的是在软 软体的发展 谁会有软体 谁就是赢家 如果软体要用越多 那么车用面板使用量就会越大了 光看这个车用面板 56寸三大主重心结合在一块 所以自驾车 大家别忽略掉了 车用面板商机的大 当然第二页 哪些国内有些厂商 已经跨入到车用面板领域 这一些MIH联盟 这一些也有跨入到 这些的这个范畴当中 但提醒您 有些的位阶不相同 所以微远说 并不代表他们不好 长远性都值得期待 但位阶提醒您 有的是可以进 有的就不至于高 EPS也参考看看了 微远这样结论没错 完全正确 谢谢您 接下来我们掌握一下 明天看门重点 月后请上来 明天的大盘 有没有机会稍微喘口气 我说明天其实是有机会的 因为明天是三月 这个第二周周选的一个结算 那欧外大量去买权 是落在一万六千点 其实是有机会往上去做一个挑战 那卖权在一万五千四百点 这两天其实都有发现一个支撑 那目前的盘式 仍然是由传金撑盘 那电子仍然弱势 看看明天能不能够扭转 那我们就直接看电子期货 跟金融期货的部分 那在外部的部分 其实这次的殖利率飙升 其实都是来自于联准会 还有叶伦的一个谈话 那我们观察联准会跟叶伦 是不是对殖利率飙升这件事情 有做一些反应 那就可以知道后续 这个殖利率部分 会不会开始回落 殖利率回落对行情 美股台股是加分的 月宏问您 如果今天晚上 美国科技类股 有所突围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个是不是就能够摆脱 近期的颓势 往这个地方站回去呢 其实相当有机会 明天 对 漂亮 他说对了 期待了 看一下现在时间的晚上11点半 美国股市四大市场 今天呢 有点点摆脱晦气了 走稳在盘上 尤其刚刚说的科技类股呢 涨幅持续在做拉大哦 什么消息 锁定待会儿的深夜新闻 感谢您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